沈先生说 顾客购买的是一件针织背心 价格379块钱 11月29号下单 12月2号发货 顾客5号收到货 8号反映衣服有问题 在衣服的前领附近 右肩这里有一个直径大约四五厘米的一个坡洞 它不是脱险 它就是缺了一面料缺了一块 除了这个 它背后好像反馈有一点点小瑕疵 那有可能是我们的问题 这我不否认 我们出库的都是有二次检查的 然后一般来说我们的次品率也非常低 大概在千分之二左右 像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的话 我们是不太可能会不发现的 我在一年花了十万 我在淘宝一年花四五十万 我买的包裹真的非常多 我双十一的包裹 双十二的包裹 我家里可能有二三十个 我真的不会及时的去开包裹 可能慢慢拆 我要用的时候才拆 我这一天发誓我真的是没有穿过那个衣服 我早上着急忙慌的 因为准备穿嘛 晚上我就相当于我就把外面袋子拆了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衣服是不会是坏的 因为本来我自己周围也比较高 我没有必要为了三百多块钱去讹她 买家刘女士说 她按照衣服的折痕折回去 发现表面是看不到破洞的 对于这个说法 店家沈先生不认可 她拿了一件同款背心 现场叠了一次 我们平常折衣服的话 差不多这条衣服的折叠痕迹 就在这个肩 肩膀这边 这个位置 它反映的这个位置大概在折线附近 所以据我们判断 我们在打包的时候 包括在那个我们的录像视频里面 是没有看到这么一个波动的 它折叠的方式 按照它的照片来讲 它有故意往里面去缩一点 然后把这个波动给藏好的 就是一种感觉 我没穿过 它原始折痕都在的 我照着折 也完全能放进它的盒子 它原始给我就这样的 如果我穿过那个折痕 肯定不在 它当时提供那个视频 是它12月2号 晚上11点多 在它那个地方打包的 孙风小哥说 它是12月3号 中午的时候 在他们那个 在楼下拿的东西 这一段时间有什么 没有任何人的证明 他给我说 他给我发律师函什么的 我就给他讲 我说随便你发 我是出了钱 真金白银把钱付了 但收到你的东西是坏的 店家沈先生说 因为双方无法协商一致 顾客向平台投诉 双方也都提交了相关资料 但微店客服提的要求 让他有点为难 微店就要要求 顺丰盖公章的 这么一个纸面证明 但是我们跟顺丰客服 反复沟通之后 他们说顺丰的公章 在公司总部 在总裁办 一般是不对外开具 这种证明的 没有这个证据的话 就直接判我们败诉 之前判定的话 是没有通过的 需要商家来去进行补充 补充的资料的话 是需要就是说 物流的盖公章的一个证明 之前的话 他提供的这个物流证明 是没有网点电话的 让他提供这个证明 主要是为了能确保 他发出去的商品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商家这边就说 因为他也跟快递公司联系了 那么快递公司这边 是没有办法给到 代公章的东西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但是电商的这个 平台的情况下 那如果买家 他在收到货 有质量问题 电商平台是支持 7500里有推翻货的 如果就是说 消费者既然已经 反馈了这个问题 那需要商家 去补充一些相关的证明 随后记者联系了 顺丰快递方面 了解情况 我们现在记件 都是电子下单的 都是能搜到 这些相关类的 一些信息的 电子凭证上 就是不一定会有公章了 但是这个东西 因为是做不了假的嘛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大会出去 带有公章的证明 除非是说法院啊 或者是说警察派诉说 你公检法在执法的时候 要求我们公司 来进行一个配合 那我们可能是会进行 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 沈先生表示 他会寻求其他途径 解决此事 优宝 黄剑 记住报道